现在我们来做一个满盐烧肉 经常简单的一个食谱 不用研制,不用放冰箱两天 首先买一大块五花肉 让它的皮刮一下 在表面上脏东西,再用清水清洗干净 今天这个五花肉买得好漂亮 五花肉切成两半,然后放在锅里 再准备一块姜 将姜拍点,放入锅里 一把香葱也放在锅里 然后准备一只辣椒 再放一个青苓 也将它们放在锅里 再放调味料胡椒粉 盐,盐的分量比平时多一倍 倒入冷水 水的分量要铺锅五花肉 然后盖上盖子 这样就可以开炉了 煮开后,转小火煮大约15分钟 15分钟很快就到了 先去盖子看一下 五花肉大约8成熟就可以了 将五花肉捞起 然后再放入锅里面 放好后,用盖子盖上盖上盖子的作用就是派油煎出来 煎的时候用大火来煎 大约煎它三分钟 我们反过来看一下 香噴噴的 锅里面那些全部是出油来的 一边缓它那个油度煎出来了 所以煎的时候要小心哦 将它放平后 用盖子盖上 再煎它两分钟 盖上盖子后 将五花肉移动一下 两分钟很快就到了 我们来看一下 两边都是金黄色的 煎的时候你看一下两边金黄色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将猪皮放在油里煎一下 煎到那个皮香大约一分钟 煎的时候也要小心 用盖子挡一下油 来看一下猪皮已经很香了 看下去又香又脆 然后再将五花肉的四边都用油炸一下 令到整一个五花肉都是香的 这样整一个五花肉都是香脆的 这个食谱是不是好简单 这个视频你喜欢吗 如果你喜欢的话 点一个赞给一个鼓励我 有时间帮忙写一个评论 也可以给一个留言我 五花肉煎到现在差不多了 我们来看一下 香香脆脆的五花肉 在家里也可以做到的 在家五花肉的时候都听到香脆的声音 这样的食谱你觉得怎么样 在家里也做一个 这个做法比较简单 暖人的做法 不需要腌制 不需要放冰箱三天 这个方法小区你就做 不需要等三天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用外吹内嫩 学会的这个方法 什么时候做都可以了 现在放个清零圆芡来拼盆 再放一点辣椒上去装絮 看到这里我都忍不住想吃了 好了这一节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节再见 谢谢你的观看 谢谢大家